唐重荣牧师 拿撒勒教会 举行了在北美美西的 告别布道大会 每天都有大型师般献师 布道会以存在 虚空 永恒为主题 如果我们的存在 有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真理 充满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存在 就变成有永恒的意义 为这个缘故 我用这个题目 来作为 我生命结束以前 在大家听上帝的道 的一个提醒 唐牧师的讲道 以理性思辨为主轴 聚聚扎入人心 对弟兄姐妹 明辨心中的思想和意念 有极大帮助 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唐重荣牧师 他就是在这个 将近八十岁的这个年龄 然后他还这么忠心地 想要向华人传讲 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觉得这是 特别感动我的地方 那我想他很强调一个就是我们内在圣洁 他说如果他签圣经的话 他会签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 就是我们要存着一个圣洁的心 那这个是很触动我的 那他讲到我们存在 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外面的存在 还有最重要的是里面的存在 这让我们无神认者有一个非常好的思考 尤其是还不信神的这些无神认者 有别于以往的 在此次布道会中 唐牧师讲述了他一生的生命故事 以此来见证上帝的奇妙作为 唐牧师三岁时父亲即过世 33岁的寡母带着十个孩子 艰苦生活 他回头看感谢上帝 让他在这艰难的环境中成长 以磨速他不屈不挠的性格 唐牧师17岁就回应神的呼召 全职侍奉神 这么多年 他没有一刻后悔过 完全经历越服侍越甘甜 他也鼓励弟兄姐妹 尤其是年轻人走上服侍神的道路 这是最蒙福的道路 也能给他人带来极大的祝福